哈喽,大家好,我是Melissa 时光飞逝又到了12月份 12月份是德国圣诞节前的预热期 每个家庭也最迟在这个月就要摆出来形形色色的圣诞物品 今天我想给大家看一下我家的几个简单的圣诞装饰 顺便介绍一下他们的德语名称 首先几周前我就买了这个挂在门上的圣诞装饰 增加一些喜庆的气氛 这个德语叫做Türkanz 如果上面是圣诞的装饰 也可以叫做Weihnachtskanz 德国人喜欢用天然的材料来做它 一般是用松树枝 如果家里没有松树 在商店里也都可以买到 就像这样已经给你编好的 不同的季节你可以在上面装点不一样的物品 充分发挥你的想象 所以每一家的花环都是不同的 也是给孩子一个手工锻炼的好机会 下一个家里的小装饰是这个 叫Advanced Kanz 我们来离境看一下 这上面的小装饰是我自己弄的 这个相对于松树枝花环的好处是 每年你只要换上面的四个蜡子就够了 Advanced是圣诞开始的前四周 它是基督降临节的意思 下一个我要介绍的小物品是我们家的Advanced Kalender 我们特地买了一个这样的可以重复使用的 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 如果你把24个礼物都放到里面 那么就会被孩子们在一天之内掏空 这个Advanced Kalender也失去了它的意义了 像这样的呢 每天就只放一个 其他的小袋子都是空的 这样就保证了孩子们一天只能拿一个礼物 再一个原因就是买的一般比较单一 或者里面都是巧克力糖果 或者都是玩具 如果自己放呢 你就可以随意组合 礼物的种类也会多种多样 我觉得是有趣多了 而且也更环保一些 当然除了我这种买的 有些家庭也会自己制作一些Advanced Kalender 再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Advanced Kalender是从每年的12月1号开第一扇门 到了12月24号就是圣诞节的那天 正好开完24扇门 所以12月份对孩子们来说真是充满了喜悦呢 在这里 Melissa祝福大家都有一个温馨的Advanced Kalender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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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再见 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